大家好,我是Alice 首先真的很谢谢大家在10年那期视频里的留言 因为那期视频我在发的时候真的特别的紧张 真的没想到大家都这么暖 所以我才终于有勇气做了这期视频 其实我写好很久就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在那期视频里呢,我看到一个小火把的弹幕 没错,我DOP主这么久 但是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那段恋爱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它是 我觉得非常不愿意回想 就是非常羞耻的回忆 就给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但是我觉得也许说出来的话 可以帮助一些在经历的妹子避雷吧 因为我最近和朋友聊天才发现 其实渣男的伎俩无非就那么几个 但是呢,我经历过的这位呢 真的是完美地站到了每一个点 就渣的面面俱到 在讲我自己故事之前呢 首先啊,我想先问问大家 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渣 渣的标准是什么 在PV这个词还没有被普及的时候呢 我当时遇到了这个男生 我们就叫他A吧 当时呢,我还在读本科 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给我感觉就是很理工男 很憨,很学霸的这样一个感觉 而且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眼瞎就觉得他还挺帅 怪我怪我,贪图色相 所以说我总结的一些事吧 如果有的话,不能说他就是渣男 但是你也要小心了 首先呢,就非常喜欢查手机 但是呢,他从来不让我看他手机 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知道苹果有一个功能 叫Find My Friend 他就会让我开这个功能 24小时间是我在哪里 就如果我关掉的话 他就会阴阳怪气地跟我说 哎,你是不是跟哪个狗友一腿啦 没错,就是原话 看吧,就我真的除了工作 不是一个很爱social的人 但是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他就会一直开启嘲讽模式 让我feel bad about myself 反正在他的世界里 只要我表达出我不想要被定位 那我不是在跟哪个狗有一腿 就是在跟哪个狗有一腿的路上 而且他会看我聊天记录 就相册所有的社交平台 这也是为什么十年那期视频里 我很多小学出用照片都找不到了 因为为了躲他就 我存到网盘里 用一个字页记不住的密码 结果藏东西最高境界就是 我自己也打不开了 我太难了 我和闺蜜聊天记录 我的朋友圈留言 包括我和我爸妈的聊天记录 他都要看 反正就是没有一点点隐私可言 但是如果我想看他的手机的话 那就是 哎你怎么都有眼信任都没有啊 双标到家了有没有 有一次我想用他手机玩吃鸡 他马上就那种 惊吓事也弹开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他有一个小号 里面有900多个女生 都快赶上莉老师了有没有 里面所有的装逼照片 都和他自己的微信同步 这里插一句啊 就我们出去旅游 他的大号发朋友圈 总会把我俩的合照 和旅游定位的风景照 还有他的单人照分开发 我当时还不懂 因为我都是混在一起发的嘛 后来我才知道 是为了分手吵架的时候 好删或者隐藏我俩的合照 但是仍然能留下装逼的定位 和他的单人照 但这个就说明 他有这个号至少几年了 然后你们知道人家说什么吗 说他家这些女生 是为了准备用这个号做代购的 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当场哭出来 这么努力的男孩 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当时我看到这个小号的时候 就哪个女生受得了啊 和他平时跟我那种老实巴交的 感觉真的差太远了 然后他保证说真的只是为代购 他可以把那个号给我 然后骚操作来了 他删光了所有的聊天记录 把那个号给我了 What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觉得我这么多年书白读了 还是就我智商不足三十啊 我回家以后直接群发了一句 你是 好家伙 那手机就没停过 还有直接把聊天记录打包发给我过来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各种交友软件上加的 我像还记得那种感觉 就当时一边看着手机进微信 就一边发抖的那种感觉 你们知道 人在三观崩塌的时候 感觉心跳啊 加速 手心都会冒汗 全身发抖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就把所有的聊天记录 直接截图 给他发过去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特征 就是特别爱把父母搬出来说事 当时大本叶达 他就直接来我家楼下了 我不下楼 他又准备喊我名了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 下跪痛哭 你别走三件套 外加一句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 你是我今后想结婚的人 听听这话说的 多感人呢 就是抓住了很多小女孩 对婚姻的美好幻想 你爸妈喜欢我 你不真是有屁用啊 虽然我压根到跟手 连他爸妈的脚后根都没见过 他的爸妈只存在于他的口中 再加上那句 我只想跟你结婚 不是你想跟我结婚 你早干嘛去了 你对你结婚对象就这样 出轨聊骚杨小浩 谁要是被你当着结婚对象 怎么感觉那么惨呢 当然啊 不要怀疑 他对之前的十个女朋友 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当时我不懂 我一听 天哪 他想跟我结婚 就和好了 我讲到这 我真的真的 真的想给自己两巴掌 你们知道吗 后来分手的时候 我问他 你爸妈知道吗 怎么说呀 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句跟我说 他们家人不在乎 不在乎 如果当时我真的就及时止损他 也许这只是一段伤心的故事 但这次是我噩梦的开始 在看我视频的妹子 你千万不要觉得 你原谅了渣男 他会感激你 他不会 他只会觉得 嘿嘿 我这样他都能复合 然后 怨本加厉 因为他心里已经是一个 没有底线的人了 所以他犯错成本也降低了 但是对你来说 你分手的沉默成本增加了 这就当时我爸跟我说 他说 你咬了一口苹果 你发现他是烂的 你不扔了他 你非得把他吃完了 那你说 你不是给自己找希拉的吗 他我就问我爸说 你当时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强迫我分手呢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因为有的粪坑 你不跳一次 你是不会死心的 渣男最喜欢干嘛 就是让你不知不觉的 失去自信 像回想起来 当时A经常非常深情的 看着我 然后跟我说 我发现你长得好奇怪哦 你素颜真的好丑啊 你这个脾气啊 跟我分手 也不会找到 对你更好的人了 最绝的是 虽然他比我大三岁 但是他当时特别喜欢和我说 你好老啊 女人啊 过了二十就不行了 咱俩要分手的 我可以随随便便 去北大找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你看我都还跟你在一起呢 我对你多好啊 要现在的话 我肯定直接怼回去 不是你哪来的自信呢 就知道明明 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但当时我真的完全就相信 因为长期被监视手机 所以我世界里 除了他和我爸 几乎没有其他男生 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男生出生同学 但是因为他觉得人家长太帅了 所以让我跟他说话 所以那时候他说的每句话 对我影响都特别大 我也意识不到这样是不对的 看到这里啊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会说 这都不分手了 你不是傻逼吗 没错 所以我承认我当时真的很傻逼 我现在想起来都想给自己俩道尔瓜子 因为当时他竟然有意无意的和我提起他前女友 说他前女友长得又清纯又像爱忧 而且现在还喜欢他 但是我长得又凶又刻薄 而且他前女友呢 有一个备忘录 会把他的优点和感动他的事情都记到一个本子上 吵架或者犯错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 提醒自己 他有多好 我真的现在想想都想把自己脑子里的水摇出去 给大家看我那个时期的照片啊 就我这张脸 清纯起来他真的难度系数很高 但当时就是屁 我也要把自己屁成这样 因为只要女生对于前女友会那种天然的对比心 懂得小狗仔可以弹幕举个手 尤其在心智不成熟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把他的优点寄到背上路 对 还有他对我好的然后感动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里面有一条就是 小A给我拍照的时候特别有耐心 英文里面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关系叫toxic relationship 我觉得形容的特别准确就是有毒的关系 这就是toxic relationship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人离开一个坏人是很容易的 但他要是一会儿给你一巴掌 一会儿给你一个填枣 你就会很难下决心 第四点就简称为狐朋狗尾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就能反映出这个人家的值观 A有时候会给我看他朋友撩骚的聊天记录 他朋友是有女朋友的 他朋友会发给他来炫耀你们知道吗 然后A就会一脸得意的跟我说 你看我都没有撩骚 我对你好吧 等等等等等等 原来现在恋爱标准已经这么低了吗 就不出轨已经算好了 而且这个话底层逻辑就很有问题啊 这个不是应该是最基本的事情吗 后来我才发现物以类居这句话是真的 其实都是一路活泽 只不过他发的时候我看不到而已 所以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因为人的相关都是会被周围的事物影响的 你觉得他的朋友这样 他能是啥好东西吗 从未见过有如此 耗颜无耻之人 快直到分手 我还有朋友在某软件上摔到他 用的是我给他拍的照片 最绝的是 那张照片是当时他缠着我 求我给他PS的 毕竟PS小公主的称号不是白来的 当然这都不是我们最终分手的原因 因为还有很多更奇葩的事在后面 如果大家想看到可以抠1或如果点赞过1万的话 我可以出一个下集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想把很多负能达的事情放到这个频道里面 但是我希望说出来的话 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的妹子 要小心了 真的就是谈恋爱一定要和分手以后想彩 还觉得虽然不在一起 但是还是觉得很尊重他作为一个人 而不是分手之后再想彩 只想说一句 傻逼 OK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踊跃的三连一下哦 其实我也是有做很多正经的穿搭和故事分享的 大家可以点击个关注 最后希望各位小伙伴们都能有开心的一天 那我们就再见啦 拜拜